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欲杯子香料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蒋连腹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今年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则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里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望里看 见亚麻布都带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那么耶稣被钉了十字架,是在礼拜五的下午 中午吧,中午去学流尽而亡 是在礼拜五的下午 那么,那么到了这个预备日,就是礼拜六 这个传统不一样 其实呢,在以色列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这个预备日是从 他们一天的计算是从晚上的六点或者几点 太阳落山的时候到第二天的太阳落山的时候 那么和我们现在到午夜计算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一个交叉 这个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计较这些东西 那么 在礼拜六的时候啊 把耶稣的尸体叫一个有约色的啊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这个祭司长,明年的长老,撒族格尔,华利塞人 文师博士,这些就是治耶稣于死地的这些人呢 他们有一个安排,有明的的,有按着的 把耶稣的尸体啊,从比拉多那儿求来 派一个人,完了以后慢慢的再把这个尸体啊 裹起来,偷偷的运走 丢着这个牙毛布在那个地上 那么这一切呢 做的到今天都是看起来天衣无缝 但是 神目无点 我们回家以后都能看见 都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 他们怎么计划,怎么搞的运作的 那么 当然了,这些就是人自以为聪明的所谓的狡诈 查自己做的啊 什么你知我知啊,天知地知啊,其他人不知 好像只有自己知道,老度的几个人 运作的也是很诡秘,很隐秘 拍一个求尸体能得花钱的 拍一个平时啊,不险山露水的,不暴露的 他就有一个间谍 把耶稣的尸体要去,要去以后 那么他要去以后,他说要报埋葬了 那么他就有权处理 通常就是这么一种所谓的思维逻辑 处理的过程当中啊 既然他能够主宰 那么他跟他们是一伙的 那就可以做的很隐秘 特别是中间还有一个安期日 就是礼拜天 大家都没去 都没到这个放置耶稣尸体的这个 墓里头去 这帮人,他们可以去 他们偷偷摸摸 就耶稣所说的 那么黑暗这个做剑目的人的事啊 那么把这些运作了以后 那么还要继续观察 那么就派了两个人 早早的在礼拜一的走上那等着 因为一般的人呢 对尸体有一种敬畏 有一种某种常常的恐惧吧 一进去一看有活人啊 并且打扮着天使 大家自己一想象嘛 衣服放光 一看也怕有赶紧的将脸破在地下 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啊 然后以后就讲了一番话 把这个 说啊 耶稣是怎么说的 告诉他们 他们 就 惊悚的就回去了 回去告诉了十一个门徒 那么这十一个门徒呢 也不信 那么 其实耶稣讲复活 他们就信心不足 其实耶稣跟他们讲的复活 和 他在原来的肉身上复活 再活过来是不一样的 不是那个事 所以他们也不信 怎么可能在这复活 但是呢 这两个玛利亚啊 就说那真的 真的是这么一事 真的我们碰见两个人 确确实实 他描述的都是真的 但这都是 这些爱耶稣的人的安排 结果后来就真的又复活 复活又显现 等等 以后出现所谓的一些异象 啊 所谓的一些这个 显现 那么以后再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他们描述的确实 他们就是这么经历的 所以也是铁证啊 所以到现在 我们这家子孙还能认为啊 有好多人认为啊 耶稣是复活了 所以都现在说啊 国师部 只找到了国师部 找不到耶稣的尸体 这就是证据 实际上呢 大家用自己的内心去印证 那不是不可能的 就是有人做手脚 那么 彼得呢 也不信 但是去了以后看 这也是实体不在了 只有一对眼睛 无应的尸体 被这么样的运走了 毁尸灭迹了 把这碎尸万钻也好 还是怎么着 反正毁灭了 我就不可能让他复活 因为他们恐惧 耶稣的复活 他们认为 耶稣的复活 就是耶稣在自己原来的 被钉了十字架的 那个肉身上 啊 继续再活过来 继续再操纵那个肉身 那回来以后 一旦是死掉了呢 再回来 那要有神通 那怎么办 因为他们 从某种程度上 还在迷信于神通 万一找报仇 那没法对付 所以呢 就我跟你把尸体弄没了 你就是灵魂啊 你的神 你的意 你的这个破 你的这个 真身 你这个原因 你没得上佛 哎 就是他们是这么一种 思维逻辑下 所做出来的这种 荒唐的事情 但是呢 那既然说复活了 找不到尸体 就是负责复活的证据 当然是后来 演变所出来的 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 那么这妇女 所经历的这个事情 确实是真的 哎 那么有说服力啊 所以可以信誓旦旦的去讲 那他使徒没经历过 那么彼得就看了 确实实体是没有了 那么从 好像是从几方面进行的印证 但是彼得也没说什么话 哎 因为他们也在纠结 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 我们在这还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讲的一点话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上 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这是 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 后人提笔作书润色 而整出来的一句话 耶稣当然在加利利的时候 讲过 他要被人整死 那么他也要复活 听看起来呢 这话 那么耶稣讲 那么这不对吗 其实呢 这就说 在这里头 耶稣是讲 因为自己也清楚 他讲的道理 跟这个世界 大家 这就是沉溺物质当中的人 所认知的这个真理 像天国的福音 天道法则不一样 那么必然 受到一些人的愤恨 因为在加利利的时候 在纳萨勒的时候 耶稣就被 人试图推下悬崖 把他摔死 其实耶稣在讲道的过程当中 经历的事 还不止这一件 有一些经书上 还有其他的记载 想害耶稣的 大家如果敢进去 自己去考证 因为这种事情 就相当于那时候 就是耶稣属于名人了 红了 讲出来的东西 违背了这些人的利益 他们就会在黑暗里下手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 这种下黑手的事情 很多很多 其实呢 我们回到天家以后 都能看得见 只要你愿意 其实话又说回来了 你一看 这也没有什么意义 人家能证实 他自己都证实了 所以都摆在那 谁都可以去查看 那么 说过这样的话 但不是说 一定被钉十字架 结果呢 说是钉十字架 耶稣当时讲的 就说肯定被别人会被人所害 但是呢 我已经了了生死 我已经明白了生死是怎么回事 我不会害怕 那么 人死啊 不是如灯灭 人死 只是灵魂 神 跟这个物质的入身 这张人皮啊 断开不再相续 不再继续发生关系了 这个灵魂 这个神 或者这个人不再操纵这个肉身了 那得叫死 所以呢 人并没有死啊 但是有复活也说 为什么叫复活 复活就是再活嘛 因为 复活 我们跟大家分享 我就是复盘 回去自我审判 自我去检点 滚滚红尘走一圈的 这时候对别人有没有欺欠 你如果有欺欠呢 就某种程度上就是死啊 怎么说死呢 就不得自由嘛 没别的选择 你竟然选择了滚滚红尘 跟红尘被红尘所熏染 你就已经被污染了 你就不能在我们那个圣洁的国度里 都随便的啊 像以前一样那么自由 复活就是说 我回去游 我被这个滚滚红尘熏染了 但是我自洁了 我又圣洁了 滚滚红尘对我无可奈何啊 那我回去游就是复活 就可以和原来圣洁的一样 并且呢活动范围 和原来一样都很大 并且呢境界提高 再不怕 不会说再到物质 被物质世界做迷惑 就是自觉性很高 就是和在这个 我们的那个天国 我们那个神国 我们那个老家 和在物质世界里头都一样 就是达到合一了 所以呢 那就是圣洁对叫复活 而不是说 在活 当然他可以 也可以在物质世界里头 再活一次 再活几次都可以啊 他已经具备了 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 在那物质世界再滚 都对他来讲没有用了 所以好多 说一旦佛教里头说成佛 可以造价 此行来的 来了以后不会被游染 可能还会再犯错误 但他还会啊 被这个所谓的游染啊 禁忆 但是在脱离这个肉身以前 他一定还是了生死啊 所以还会来跟大家啊 传经讲道讲法 哎 告诉我们道理 所以不断的由古圣先贤 所谓的先知啊 那么成功做成的人 到这个世界来跟我们讲 但是呢 每一次都没得了 好下场 到了最后 我跟有朋友分享过 人如果没有可能 啊 那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什么可能性呢 就是自我洁净的能力 再怎么讲 讲多少 就是讲的天花烂罪 讲的事实 摆在干 跟前 就就是口干舌燥 一切都是 就是都已经做了 还是不行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就是 有一个圈啊 管的小圈 中圈大圈 画圆了 怎么办呢 推倒重来 圣经上有记载 有大红水 还有那个摩多拉 这个 摩多拉 阿玛拉 还有一个叫 什么 那个城啊 这样的灾难 就是推倒重来 那么在这里呢 耶稣实际上是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后来就说啊 人必须被交代 罪人入老 要是耶稣 能够提前 知道一些事情 当然是可以提前 知道 但是具体的细节 那因为别人的选择啊 耶稣还是 不能把握 但是因为那个选择 全在别的神手里头 但是这个趋势 肯定是那种下场 因为历史 哎 也会重演 有的历史 为什么会重演呢 就是因为 也符合那个条件 规律就是这样 天道法 让你符合这个条件 就要发生 所以我们啊 好多人会感慨 以后跟大家 讲历史的时候 就究竟分享 为什么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为什么历史会重演 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历史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点啊 就关于耶稣所说的 就这两个假冒天使的人 大家在这里没说是天使 在其他的经书里都说 这两个人是天使啊 那传扬好消息的 那当然这种事情 就是把这帮这个 耶稣的门徒啊 追随者呢 把骗了 骗了以后呢 那么 他们认为 耶稣不能得以复活 而叫他们 去认为啊 耶稣已经复活了 复活了 又见不着 等等等等 那么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具体 那么 情形就是 我们在这儿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么一个 惊天大秘密 从约瑟啊 去从比拉多 那个地方 把尸体数来 处理耶稣的尸体 把耶稣的尸体 毁灭 完了以后 又派两个人 在那个 坟墓里头 去吓唬 蒙蔽 这个耶稣的门徒 和这些妇女啊 耶稣的这个使徒啊 耶稣的罪罪者 让他们 因为这是黎明啊 前次量不量 这时候装神弄鬼 比较容易嘛 完了以后 这帮人一看是天使 他们是惊悚的 害怕的 就趁机溜掉 这个事情 做得非常的完美 一直到今天 好多人还不知道 做这个骗局 啊 嗯 确实也是 武冬成的哈 我们人类的一个悲哀吧 也是 在这里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出来 那么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